我教大家一个训练拧拉的方法 不是说 我上来我就把先把马龙的动作模仿好我先把王主星的动作模仿好我照着这个 照猫画虎的去使劲你就要拧出龙队这种球我跟你说是一点都不可能的 你一盆里能拧出一个两个那也是蒙的他在他在你训练比赛当中你是根本就用不上的 那么厉害吧我建议大家什么拧拉最重要一点的就是吃球时间 吃中吃住球了我能掌控这个球我能掌控旋转然后带来的什么掌控弧线 明白吧我能掌控旋转了以后我就能掌控弧线掌控弧线的走向我吃住了 所以说你们想练成我想练成什么指掌首先练什么练吃球 首先来手指手腕的转动 然后能让这个球在你手腕上转以转动出来的摩擦时间越长越好 这个大家能听懂吗越长越好来我大家拧就是你把力量发出来在这个球出去的速度不是 碰球是出去的大家看一下 你一拧实际你看不快但没用这球没有弧线 但是你推出去实际推出去他不是拧拉拧的力量不给他摩擦吃住的感觉什么叫摩擦吃住感觉 你让这个球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球 我把力量发出来但球过去很慢旋转很强 他在我手上摩擦的时间很长 你看就这种 就吃到已经快薄皮的这种感觉 看这种感觉就是你吃的 你看就这种感觉 我把力量 我这球已经发了八成力但你看球过去很慢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功夫 这是很难的 对 发力拉慢的 这个才是考验球上功夫的 你要发力其实比拉慢的简单 你看这种 这个简单 这种抱拧是 这种抱拧是很简单 这种抱拧是很简单 但是 有一种拧拉就是特别练你的手上感觉 就是你要想会拧拉你必须要从对观开始 就是吃出时间越长越好 以转动的形式把它吃住 这种感觉 以转动的形式 你看我把它牢牢吃住 这个弧线让它往桌上掉 我把我通过我的摩擦把弧线给它拧起来 手指手腕转动制造弧线的能力 这个才是拧拉的核心 你把你去练这个东西 就离你会拧不远了 是的 但你要天天练发力练包拧没有用 一点用没有 说的太好了 拧拉我们怎么去 找角度 找哪个点 手腕手指 核心在哪 我先把这个告诉大家 你们先按这个 先按正确的体会 别按你觉得能打上的感觉去体会 能明白吧 你现在打上与打不上 其实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找到我刚才说的这种 以转动出摩擦吃球的这种 这种感觉 这种吃球的这种感觉 制造弧线的感觉 是的 你能出来这个了 那 就是你慢慢的会拧拉了 这么一个开始 比如说你们一上一份拉球是这样 我做的拉丢没有事 你就按照正确的去拉 我说你别变 我在过程当中体会 摩擦吃球的感觉 我在过程当中去体会 拉丢也没事 但是我在正常 我正常去做正确的时候 他会给你手上就直接出来的一个感觉 你在这感觉当中去调 而不是我打破 动作 打破原理 按照自己认知去调 对 这个就是咱们叶玉球迟迟不能进步 练不明白 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会用来 要不要脏 在这说